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太空怪物虐杀人类的科幻片 《一星觉醒》 电影开始 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在对一份从火星取回的样本检测后 发现其存在生命迹象 微生物学家修通过不断的实验终于唤醒了这一外星生物 并通过视频连接到了地球 挑选到了一个小朋友为火星生物起名 过了几天 修发现这个外星生物已经掌握了周围环境互动的能力 伸手进去试探时 它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不停地蠕动着 但没过多久 实验室发生了紧急情况 培育室发生了泄漏事故 导致外星生物再次进入了睡眠状态 修打算用电机再次唤醒它 被再次唤醒的外星生物却把电机棒弄断了 还紧紧缠绕在了修的手上 修无法挣脱 队员们看着痛苦的修却因为害怕外星生物病毒感染而不能进去救它 外星生物用电机棒刺穿了手套 逃了出来 罗里看到后不顾其他人的阻拦进了实验室 把修救了出来 并拿着喷火枪对着实验室一顿乱喷 却被外星生物钻进了嘴里 随后吐血而亡 而在罗里身体里出来的外星生物变大了好几倍 俨然是一个恐怖的怪物 但火焰触发了船舱内的装置 引发了警报 怪物企图从洒水器中逃离 最终工程师还是没能成功关闭所有洒水器 怪物逃了出来 大家迫不得已向控制中心汇报了情况 却不料信号被切断了 队长决定去飞船外部修复通讯系统 但逃出来飞船外的怪物把队长宇航服里的冷却剂喝掉了 怪物抓住了他的宇航服 在他回气闸舱途中发现宇航服已被破坏 越来越多的液体阻挡了他的视线 即使有人已经穿好宇航服准备接应队长 但他却选择把门关紧 因为他不想怪物再回到太空舱里 但当队长慢慢飘向外太空时 怪物却还是钻毁了太空舱 工程师发现怪物能通过推进器进入太空舱 便想将怪物喷出 结果推进器燃料过低 导致太空舱正在偏离轨道掉入大气层 再次进入太空舱的怪物 竟然附在了修的腿上 修也因此失去了生命 此时大卫发现怪物吃了修腿上的传感器 能看到怪物身在何处 于是大卫用修的遗体吸引来了怪物 把他关到了舱内 他们想把舱内的氧气抽光 以此杀死怪物 但联盟号突然赶到 和太空舱进行对接时 接到了怪物所在的那个舱体 最后他们发现原来联盟号 是打算把大家推向外太空 流放在外 以免怪物跟随大家返回地球 但工程师对此事并不知情 他打开了舱门 却不料被怪物附体 工程师本想用自己带着怪物远离太空舱 但最终怪物还是逃了回来 此时他们发现 太空舱根本没有远离地球 反而会在39分钟之后掉入地球 情急中 他们想起太空站里还有两个逃生用舱 而大卫也突然醒悟 认为怪物肯定会去找氧气 大卫打算利用养竹 吸引怪物与自己进入其中一个逃生舱 留在外太空 从而帮助米兰达进入另一个逃生舱 返回地球 这次计划终于成功进行 大卫成功地把怪物吸引到自己的救生舱里 两个救生舱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去了 不久后其中一个逃生舱成功地降落到了海里 一群好心的渔民们感到想进行救援 但透过窗户却发现这个逃生舱里的 竟是怪物和大卫 米兰达和她的逃生舱则永远留在了茫茫太空中 最终渔民还是打开救生舱 画面也切到了远景 越来越多的渔船向着逃生舱开去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